大家好,前段时间咱们聊过一期中国茶是怎么影响日本的 实际上受影响的不只有日本的一个国家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茶饮料,有一个算一个,都或多或少受中国的影响 今天关于茶的俩发音,在说官话和广东粤语地区的时候发音类似于茶 福建说闽南粤的地区发音更接近于T 古代广东和福建对外贸易频繁,外国人在这儿接触到了茶叶 也就形成了现在关于他的两大发音 今天咱就聊聊中国茶是怎么成为世界所有茶的祖师爷的 在中国周边国家中最先受影响的是朝鲜和日本 关于日本的影响今儿不多说了 朝鲜半岛在七世纪左右就受到中原王朝影响 半岛的新罗王国为了求佛法向唐朝派遣了很多僧人 他们接受到茶之后,把茶叶和茶籽带回新罗 后来几百年里朝鲜半岛一直和唐朝进行文化交流 唐朝末年有着朝鲜汉文学鼻祖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志远回到新罗 带去了大量汉文化的同时,也把官僚士绅喝茶的习惯带回国 崔志远的汉文化影响力相当大 他回国后,新罗就刮起了一阵牧塘的风潮 喝茶就是其中之一 就进一步得到了新罗士大夫阶层的推崇 到了高丽王朝时期,民众在官礼、婚礼、丧礼、祭祀礼当中都要举行茶礼 在国家级的祭祀典礼中也要举行茶礼 名为高丽五行献茶礼 最初这项献茶礼是为了祭祀神农士 相传是他最先发明了茶叶 韩国人把它誉为茶盛 后来祭祀的范围逐渐扩大 祈求国泰明安这种祭天活动也在献茶礼当中进行 同样是在唐朝,茶叶随着贸易交流传到了中亚和西亚 他们关于中国茶最早的记载是九世纪成书的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建文录》 书中不仅提到了喝茶 还提到了茶叶税和人头税、盐税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收入 要不怎么说这个阿拉伯人擅长做生意呢 咱们一说茶,看到都是文化 人家一看茶,第一时间就想怎么挣钱 到了宋朝阿拉伯商人更是通过海运来做茶叶贸易 在宋高宗年间宰相张俊就曾经用眉飞色舞的恭喜陛下 说大义国的商人今年又要来做生意 要用珠宝交换国内的茶 看来陛下您的收藏品呢又能多了不少 可宋高宗不但不高兴反而长叹一口气 说以前国内的茶都是和吐蕃做茶马贸易 还能换点马匹供军队用 自打这个徽宗朝茶马贸易废纸 国内的茶就只能换这点东西了 张俊一听知道自己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 回家赶紧加班奋笔集书 写了一篇奏折 重新在西南地区建立起茶马贸易 整个南宋时期每年大概能换一万匹来自藏区的马 需要消耗掉四川省一半的茶 和东亚西亚相比欧洲国家喝茶的记录要晚很多 最先喝茶的也不是英国荷兰这些个海上贸易强国 而是自陆路率先进入的俄罗斯 据说早在明目中龙庆元年两个哥萨克在得到中国茶叶之后就把他送到了俄国 万历年间沙皇派出一支哥萨克代表团通过蒙古人和明朝搭上了馅儿 并且顺便带回了一些明朝人的日用品 其中就包括了茶 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开展编冒 茶叶也是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 不过这样的规模始终不大 等到俄国人真正大规模喝茶 要到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列强获得在华贸易特权 俄国才大量进口茶叶 差不多在明末清初 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分别从日本和中国带走了茶叶 1688年英国发生光光革命 国王惨遭流放 于是议会从荷兰将威廉三世迎回到英国 成为英国国王 他老婆玛丽二世也把茶叶带进了英国 下午茶会 自此成为上流社会的风潮 在此之前 欧洲人的饮料叫咖啡 伦敦街道上都是咖啡馆 是欧洲贵族绅士的交流场所 女性不甘心被聚在咖啡馆外 就开始自行举办茶会 慢慢的接上越来越多的茶馆 而那些绅士们为了一清方泽 也开始研究起饮茶 这样一来茶馆取代了咖啡馆 后来这种喝茶习惯被带到了新大陆 等到18世纪末 英国打完和法国的七年战争 为了弥补庞大的战争花费 英国人把歪脑筋动到茶叶上 对茶叶征收高额的税 并且严格取缔走私 为了抵抗英国人的高压政策 新大陆移民化妆成印第安人 把英国船上的茶叶扔下海 这就是波士顿清茶事件 成了独立战争的导火线 为了降下喝茶的成本 英国人准备从中国引进茶种 但是这玩意儿是官府专卖的商品 咋可能让你引进呢 于是他们开启了一项周密的偷茶计划 一开始只是派出生物专家去偷茶苗 他偷到茶苗之后发现 怎么运输才是更大的问题 远洋航行不光危险 就算成功抵达了 茶苗再经历了好几个月 海上风浪颠簸 早就死的死 蔫的蔫 就这样他们暂停了偷茶方案 几十年后 欧洲的技术革命 偷茶变成了可能 英国人研发了一款封闭良好 能隔绝海风 还能模拟植物生长环境的玻璃箱 再把茶籽装进箱子里偷渡到了印度 随后又雇佣中国工人到印度 直到种茶炒茶的方法 在19世纪70年代 趁着工业革命的东风 英国人直接引进了一整套的机器 把制茶全部改成了工业作业 这样一来呢 大大增加的产量 成本也可以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1872年 一磅茶制作成本是十一便是 到1913年就只要2.5便是 这些印度茶凭借着英国的影响力 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茶 印度呢 也成为全球茶叶的第一大产地 英国人在偷茶的时候啊 欧洲大陆也没闲着 只是他们没有英国人的脑子 导致呢 茶叶在印度能批量生产之前 这玩意儿在欧洲始终是稀有产品 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就对茶非常热衷 经常在家举办茶会 高朋满座 然后向朋友吹牛逼 自己的茶非常稀有 是中国皇帝赠予俄国沙皇 俄国沙皇赠予法国使节 使节随后又转赠予他 由于这个巴尔扎克觉得自己的茶 来的太不容易 还告诫大家 茶叶不能多喝 三次瞎一只眼 六次双目失明 生怕客人多喝 可以说啊 无论是东亚西亚 还是欧洲美洲大陆 基本上全世界主要文明的喝茶习惯 都来自于中国 其实传到现在 茶这东西内在的异味早就变了 已经彻底成了一种人人都爱喝的饮料 不分什么东方西方 完全没必要跟茶叫什么劲 还搞什么猎屋了 好了 关于中国茶对世界的影响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